她跟她的兄弟 即是一班兄弟 聊天一條旅 因為每一天都轉不同 那班兄弟 其中一個就是我前仔 是我啊 Bino 等到頭髮都白了 又在街上碰東西 這條街上說不要亂碰東西 其實是很危險的 但有些人很喜歡碰某些不應該碰的 例如電話 那你會不會碰呢 我們去問問別人吧 Bye 你們有沒有查過對方的電話 沒有 你沒有 我也沒有 是因為她不肯說 所以才要查 電話很多秘密 我們都沒有另一半 我有一些群組 即是有一些男生 一些很興趣的群組 但這些那麼興趣的群組 其實很容易惹女士誤會 他們會以為我們說的東西是當真的 但我很強調 其實這些只不過是大家茶餘飯後的一個幻想 不是真的 我們是說到微飛色舞 但是是假的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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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男士在這裡聊天 就會把東西擴大一百萬倍 然後大家很開心 開心完我們就睡覺了 不肯嗎 不肯嗎 誓死不從 會不會很生氣 如果我真的強行 會啊 會啊 會打她 真的打嗎 真的打 她這麼暴力 你看 她覺得我多事 多事 對 她會覺得我 為何要知道是錢 對 為何不知道 人也有好機心 好 看得完 不如我自己看那個 如果她不讓我看 我會覺得 你好像做事瞞著我 就不要 始終是私人 即是都要保留私人的問題 真的有條 不要cross the line 不要cross the line 信任 信任 很重要啊 當個男士的朋友 很抗拒被一個女性的朋友 去查她的手提電話的時候 竟然發現些什麼 你真的猜不到 竟然發現原來她跟她的朋友說 她是很喜歡她的女朋友 她是很愛她而離開不了 但是因為她表現自己大男人的一面 所以她發完她的脾氣之後 其實我也不想發她的脾氣 不過很多事情 我不想 然後我又很難去表達 男士就是這樣 很多時候是會請強的 包括吹大了 包括對你發脾氣 但其實她內心可以很脆 很依賴你的 這件事一定要為男士平反一下 你肯相信我未 肯相信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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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摘破信任才是勝利 因為我覺得雙方溝通問題 那既然香港老師我們這樣溝通得好的 那麼沒有表情 嗯 嗯 其實相信另一半 就是相信自己 她選擇和你一起 就應該要相信她 是不是 邪交真正 如果她是不可信的 你就千萬不要和她一起 但是如果不和她一起 你就何需要檢查她手機呢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這件事是很無聊的 是不需要這樣做的 嘩 有沒有打格仔呢 謝謝大哥